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引人注目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台湾对北京启用新航路表示强烈抗议 认为这举动影响了金门和马祖群岛的飞行安全 呼吁双方尽速展开协商 接着我们将转向美国马里兰州 一名华裔高中声音计划在校园内发动大规模暴力袭击而被捕 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校园安全的关注 最后,我们将带大家了解时代杂志公布的2024百大影响力人物 其中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因其独特的创作而登上时代象征的名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近期的国际新闻中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紧张关系因航线问题再次升温 美国马里兰州发生了一起防患未然的校园安全事件 而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成就再次获得国际认可 这些事件虽然各自独立 但都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下 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复杂互动 首先,台湾方面对北京启用新航路表示强烈抗议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中国民航局决定启用两条新的航路 这些航路过于靠近台湾控制的金门和马祖群岛 可能造成飞行安全风险 台湾交通部民航局呼吁北京尽快坐下来与台湾进行协商 以确保双方飞航安全及空运正常运作 台湾的反应凸显了两岸关系的敏感性 以及在国际航线安排上需要更多沟通与合作的重要性 在美国,一个可能的校园安全威胁被及时阻止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名华裔高中声音计划 在校园内发动大规模暴力袭击而被捕的事件 这名学生被控制后 警方和联邦调查局FBI展开了深入调查 揭示了他可能的动机和计划 尽管这名学生辩称自己的言论纯属虚构 但警方的及时介入 凸显了在校园安全问题上采取预防措施的重要性 文化领域 宫崎骏再次成为国际焦点 根据星岛日报的报道 他因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对动画艺术的贡献 被时代杂志选入2024百大影响力人物之时代象征名单 宫崎骏的作品不仅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喜爱 也在业界获得了高度认可 此外 他创办的吉卜力工作室被康城影展破格班寿 荣誉金棕旅奖 这是对吉卜力工作室及其创始人龚崎骏 高田勋等人多年来对动画艺术贡献的认可 这些事件虽然涉及不同领域 但都体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各国和个人在政治 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互动越来越频繁 同时也面临着更多挑战 无论是处理两岸关系的敏感问题 确保公共安全 还是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成就 都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和沟通 在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 理解和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伊朗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 再次成为全球焦点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以色列在4月19日凌晨对伊朗进行了报复性空袭 引发了伊朗境内一系列爆炸声 然而 伊朗的回应出人意料的低调 似乎暗示不打算对以色列的行动进行进一步报复 这种克制的态度 可能是为了避免地区性大战的爆发 反映了国际社会外交努力的成果 在此背景下 欧盟和七大工业国集团G7外长们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以维护地区稳定 然而 世界各地的其他新闻也提醒我们 安全和健康威胁不仅仅来自于国家间的冲突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起让人心痛的事件 一名11岁的美国女孩因为吃了腐坏的快餐 而患上了严重的食物中毒 导致脑损伤和需要洗肾 这一悲剧发生在密歇根州的一家快餐店 由于卫生条件极差 导致了这起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 这件事不仅对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也引发了公众对食品安全和餐饮业卫生标准的关注 在全球经济领域 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减少美元 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但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这一努力似乎并未取得显著成果 尽管普京宣称美元重要性的下降是不可逆转的 但数据显示美元仍然占据国际支付交易的主导地位 这一现象说明 尽管有些国家试图在国际贸易中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但由于多种因素 包括货币管制和国际制裁 这一过程并不容易 金砖国家虽然在尝试使用本币进行交易以降低成本 但在全球经济中摆脱美元的主导地位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些报道 从国际政治的微妙平衡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 再到全球经济的复杂互动 都揭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的世界 无论是在国际关系的大棋盘上 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安全健康和经济的稳定 都是我们共同关注的重点 他们提醒我们 无论是作为国家的决策者 还是作为普通公民 我们都需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以保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在一个世界 充满了地缘政治的棋局与军事的博弈 每一次的冲突和平衡 都可能引起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 最近 中东地区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一系列事件紧密交织 展现了这个多变地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以色列袭击伊朗引发油价上涨 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4月19日 一个消息震动了全球的金融市场 以色列袭击了伊朗 导致油价急剧上涨 早盘时 石油期货价格上涨超过3美元 达到每桶90.5美元的水平 伊朗官方电视台证实 尽管伊斯法罕式的和设施未受攻击影响 但伊朗的防空系统摧毁了数价无人机 暂时中断了几个主要城市的空中交通 金融市场分析师指出 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 迫使全球石油交易商对石油期货合约增加风险溢价 从而推高了价格 欧洲股市受影响下跌 这场袭击不仅影响了石油市场 也对欧洲股市造成了冲击 同日 欧洲股市低开 创下一个多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泛欧斯托克600指数下跌0.6% 主要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指数均有所下跌 此外 欧元区债券收益率也随之下跌 显示出投资者对中东冲突升级的担忧 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另一视角 在这个多世之秋 乌克兰的局势也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神经 前美军司令本霍奇斯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缺乏在常规战争中取得成功的能力 并强调西方鹰继续支持乌克兰 霍奇斯批评了某些西方国家的过度谨慎 并呼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支持乌克兰 他还指出 乌克兰议会通过了新的动员法律 招募近30万新兵 显示了乌克兰军队和人民的坚韧不拔 以色列对伊朗袭击的沉默 在以色列袭击伊朗的事件中 以色列选择了保持沉默 没有正式宣布其为袭击的幕后黑手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为了避免激起伊朗的广泛反应 可能会对以色列内部造成全面破坏 并将该地区拖入一场不可预知的战争 军事分析人士指出 中东地区正在经历一个转折点 但情况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好 以色列的这次袭击 虽然未对伊朗和设施造成直接影响 却是一种能力展示 旨在恢复威慑力 同时避免地区战争的爆发 地缘、政治的未来走向 这些事件的交织 不仅展示了中东地区的复杂局势 也反映了国际社会 在面对冲突和不确定性时的挑战 从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关系 到乌克兰的抵抗斗争 再到全球市场的波动 每一步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影响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格局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国际社会需要更多的合作与对话 以应对挑战 寻找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紧张和冲突的剧本不断上演 而在日本和菲律宾 这样的剧情同样在现实中展开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从美国对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否决 到小林制药的食品安全事件 再到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之间的矛盾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国际与国内政治 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也揭示了权力 正义和人类健康的深层次挑战 在半岛电视台中文网的报道中 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 建议给予巴勒斯坦国联合国 正式会员国资格的决议草案 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反应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 称美国的否决为公然侵略 而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李亚德曼苏尔表示 这项决议的失败 不会动摇我们的意志 此外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挪威等国 也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和批评 显示了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另一方面 星岛日报报道了小林制药的红区风暴事件 该事件导致至少5人死亡 114人住院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对小林制药生产的红区原料进行分析后 发现了至少两种正常生产过程中不应混入的义务 引发了对食品安全和企业责任的广泛关注 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健康 也对小林制药的信誉造成了重大打击 在菲律宾 星岛日报还报道了两大政治家族之间的矛盾升级 现任总统马可思的第一夫人 丽莎公开批评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 现任副总统莎拉 指责她在一场集会上嘲笑马可思是瘾君子 这一事件揭示了菲律宾政坛内部的紧张关系 以及政治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和领域 但都反映了权力、正义、人权和健康等 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还是在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处理中 权力的运作、利益的博弈和道德的考量 都是无法回避的主题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是作为政治领导者、企业还是普通公民 都需要对这些全球性问题保持关注和警觉 共同努力寻求更加公正、安全和健康的世界 在这个充满动荡的世界里 每个角落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从企业的内部斗争到国家间的战争 从安全问题到政治博弈 每一件事都在塑造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让我们深入探讨三个不同的领域 波音公司的举报人指控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 以及以色列与伊朗之间长久的紧张关系 首先,根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的报道 波音公司近年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过去三年里 这家飞机制造巨头向美国工作场所安全监管机构 提出了32起举报投诉 其中包括与工人身亡案件相关的复审 这些投诉揭露了波音公司对举报人涉嫌报复的程度 引发了对其安全记录和标准的质疑 尽管波音公司声称安全是其首要任务 并推出了名为勾四肌肉的安全计划 但这些指控和公开证词再次将注意力 集中在该公司对举报人不利的环境和宽松的安全标准上 与此同时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进入了第785天 战火未曾停息 根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的报道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炮击造成人员伤亡 同时 乌克兰军事间谍机构对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战科一机场发动袭击 损坏了俄军的导弹发射器和雷达战 在国际舞台上 波兰和德国逮捕了涉嫌与俄罗斯合作的嫌疑人 而北约和欧盟则强调了对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的迫切需要 在中东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长期的影子战争愈演愈烈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称 这两个中东宿敌之间的最新以牙还牙的交锋表明 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 已直接浮上台面 从伊朗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 到以色列对伊朗领土发动袭击 双方通过陆地、海洋、空中和网络 进行一系列的秘密战争和袭击 这些冲突不仅彰显了双方多年来的敌意 也是中东更大范围、局势升级的一部分 这三个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领域 但都展现了复杂的人类活动 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影响 无论是企业内部的安全问题 还是国家间的战争和政治博弈 他们都提醒我们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了解和关注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